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在用词中通常说的说法 其实在此之前我不能说不理解这意思 这个是个很简白东西 但什么叫到底它的内在的背后的东西 如果放在人身上 为什么去表现出那么清晰的一个东西 就这个解释的本身来讲 物以类聚人以什么群居 物以类聚人以群居 都是在表面的含义中说的 人以群居就现在来讲会有不同的团体 很多团体其实里面包含太多的利益跟欺骗的成分 你比如说到北美很多中国人去教堂 很多中国人去教堂你知道干嘛的 卖保险的 卖保险的 倒房子的 我对行业没有 对具体人没有任何偏见 我说的意思就是 里面包含着一些利益 一些个体的工作者 他需要接触人来赚钱 所以他一定要去找那些人多的地方 而且在这个环境中有一种信任感 所以就到教堂去了 到教堂去了 他也这个他也那个 他也过程中他也那你说他一点不信吗 反正耳朵目染的他在那 但是呢 说着说着 大姐你那房子卖吗 小弟我跟你说 你得买房子呀 要不然怎么娶媳妇 我给你找一个合适的 你手里有多少钱呢 我给你算了mortgage 你这个年龄我跟你说 你这个年龄 你得买人生保险 你得对你的孩子负责 对不对 当时你死了之后 你老婆跟孩子怎么办 老婆跟孩子嫁别人不就完了吗 有什么怎么办的 对不对 还是这样 那那你说不嫁人人都朋友都全 你得往前走一步 你再往前走一步 再走三步调去了 对不对 人之常情类 但是呢 里面就很多人包含这种含义在里头 所以物与类聚人与群居 现在其实这话已经中间掺杂太多了 就是他人与群居 其实就是利益与欺骗的环境就更加的浓厚 那原来其实他真正的本意呢 这是表面了 所以你站在表面上不太容易看到他内在的东西 如果你能够看到生命东西表面东西对于你来讲 就是穿西服也是时潮 不穿西服还是时潮 穿不穿西服它是个表象 但有的时候呢 穿这样的那样的 他会让人看起来 今天有点味道 今天不一样 充其量就是一个表面的视觉感觉 他就是一个他谁让他是公众人物 他应该是这样的 不能随便乱来的 对吧 我讲的是这么含义的 那真正的物与类聚 人与群分 或者怎么样的 其实是生命认知的 君子之交淡容水 小人之交腻如油 小人之交在一个环境中 刀毙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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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你真好 你真不错 那就是骗子 那骗子活来的 但任何一个环境总会有这样的人 你说他一定骗你什么呢 不是 他就那样的 那真正的朋友之间的交往 没有什么太多的话 没有什么太多的形容词 形容词全是骗 形容词去修饰你现在的一件事情的 描述过程中 你进行诸多的修饰 对不对 我们说过 语言就是为了分割人的 呃 其实在很多说法中都是存在 那分割人越用形容词分割的越厉害 所以你看到的真正的 圣经也好 启示录也好 这个佛经也好 都是最简单的词汇 他进最大可能少用文字 而不是 现代的话多用文字 不是 那再往前 三皇五帝的年代没有文字 为什么 他不用人的文字 他们用他们的概念 呃 经过大洪水之后 后来的人不配知道那个概念 所以人中就出现了文字 就这么回事 沉默是今 是因为在你沉默 一个人能够保持沉默的概念 你啊 少用语言的话 少用文字的话 他从 他会去少少造业 他去向于更深的 他自己生命的本来 对吧 智者无语 是因为他已经是生命的真谛了 所以他不会说人话 哎 其实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就这么回事 啊 就这么回事 所以在语言的表达中 在那人说你 刀不刀 那是 是 所以我个人在用词上 就我一直跟朋友一直唱 我语文不好 你别 你别难为我 我 我有时候念白字 那是真的 呃 现在的说法呢 吹牛皮了 呃 那是一种 可能就是那么安排的 我学语文 却太费劲了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 就会讲故事 哈哈哈哈 嗨 那我看那个用形容词的 我看受不了 我觉得他 我 我看那些用形容词的 大多愿意用形容词去描绘的人 很多人都是小心眼的 真的 小心眼很 呃 羡慕妒忌恨的 呃 形容词就用出来 就是去压别人 去压制的 所以中共的体制 你看外交部那个都用形容词的 咱不 咱都用理语 就大家的话 骂人不骂 不带脏字 那带脏字没啥意思 对不对 让你再怎么形容 大家 在我眼睛里 大家听到的形容 都是具体的生命 对吧 哈 在你脑子里 就我个人这么描述了 在你脑子里 能描描出一个画面来 哎呀 这事要这么对 这不是很简单 就像我们说共产党似的 哎 儿子不错 找了个女朋友很漂亮 儿子把女朋友带家来见你妈 爹妈 爹妈 我给你带回来一个贼漂亮的高级动物 那你女朋友就一大嘴巴收你 你什么意思 哎 咱俩刚上学学的 那叫 人叫高级动物 你装什么儿媳妇拉动物 装什么孙子 你骂我是高级动物 谁都得这么说 那 可是 你到咱 咱们节目中 干嘛下面 就跟着很多人 现在都是科学的年代了 你少说那些迷信的 没你个大头鬼呀 你妈死的时候 你烧不着钱呀 费什么话呀 还迷信嘞 你妈不烧钱 你爹拿着鞋底子不蹭你呀 那么小王不蛋 养活你这么大 你白眼狼 对不对 你爹死了 你给你爹烧俩二奶 你妈在那儿 你王不蛋 你妈还没死呢 就给你爹 在那头就找了 烧过去 没烧好 烧了一半 到那边是个残废 但到处都是这个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 我就说 当你讲无神论和戒话 你就是糟蹋你自己 你没糟蹋你自己 糟蹋你爹 糟蹋你妈 你说你妈招你惹你了 对吧 十个月怀孕之苦 生你还生那么费劲 还生不出来 这事儿 你说 他他他他 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都是每一个人真正面对 所以我跟你说 共产党走 这个思想那理论 我跟你说 这他害人啊 害他爹 害他妈 害他祖宗 害他娘 就在骂他爹 骂他娘 骂他祖宗 有一个算一个 所以 那你跟党走的这东西 这是这是 昨天 苹果日报 登了一篇很很长的文章 他大概 大概的讲法就是 欲时俱损 一批抗争者将借助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将列出上百页的制裁名单 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 欲时俱损 一定要让他 就让美国社会上上下下 一定让他取消今天香港的特殊关系法 特殊 叫特殊 叫特殊 独立的关税区 就给他弄暴露 就给他把香港弄藏了 呃 他就 所以他就叫这个 欲时俱损 他他用了 人家 香港人用了一个词啊 叫 我希望我那些念的不错啊 我要揽抄 就是欲时俱损 呃 大家同归一郡 就是这样 呃 要给他弄暴露 呃 他这么说呢 这个东西呢 是在香港的 是在香港的这个网站上 大家讨论的 而这个网站呢 叫什么 泰勒干 他在半年的抗争中 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所以通篇文章大概讲的是这样的 他在联灯号 联灯号就是我要欲时俱损 他真身就是HK 他用的是HK 香港呃 要号召大家如何如何如何 所以那这种民间的力量 社会民间的力量 在十十一月二十四号区议会选举中 他展现出来的沉默的香港的大多数的坚持反共跟天灭中共的信心 我相信没有人怀疑了 他们就像沉默的呃 香港人的投票的概念一样 在二十四号投票之前 没有人没有人想象出整体香港人是一体是一个人类似了 所以这是这篇文章 文章太长文章所揭示出来的 去议会选举大盛百万民意被忽视 没有取得五大诉求就回归平静 那不会的 他说那比死了更难受 连登号 我要揽抄 揽抄 我肯定人应该是粤语的 就是我要同归一郡 真身就HK 呃 在运养由团队 呃 该团队由国际文宣转型到国际游说 呃 建立法治网 它叫呃 建立法治网 法网制裁港官 共和共关 呃 以及那些盲目支撑中共的财团 将推出上百页的制裁名单 呃 以及报告书 游说 备债游说取消香港独立关税 一直一直叫支报 触发支报 就应该是触发爆点啊 呃 直言呃 呃 是否 这个 遇时共损 就同归一进 呃 主动权在中共手里面 香港人要决一死战 以最好的方式 对抗集权控制 这是他基本的概念 所以 支报应该是初爆点了 就是 我以为这个时间 人家都是很明白的人 我以为这个时间点就是半年 呃 那第一份报告的时间 呃 明年五月份 明年五月份 呃 应该就要拿出来 所以这份东西应该它要在明年五月份之前 呃 明年美国大选是十一月份 呃 呃 这是这篇文章的梗概了 呃 呃 与时共损的团队 我这我这么念 就可能更多的朋友能听得懂 我自己念的也顺口啊 说当初他们曾经干过 一人一封信 呃 令警务处前处长曾伟雄 当时曾伟雄获提名 是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的总干事兼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执行主任 他已经被提名了 结果就是这个团队 一人一封信就愣把他给干掉啊 把他干掉 说当初爆料迫使香港呃 变成中共城市的叫港共官员呃 呃 要叫什么留得大湾区的心态 提倡呃 提倡这个同归于尽 那当时校园 我要揽超应该是揽超啊 就是我要同归于尽 纯粹就是偶然 但没想到一下给干成了 在建制派的眼中 情感宣泄 与时俩损的做法呃 是叫以破建制派武功的手段 当时去信给了英国美国澳洲的行政部门 国会议员 送中条送中送中的官员 建制派以及要求取消外国护照 起步甚至建立了呃为自由而战 呃 呃 与香港人同 与香港人同行的平台 所以这种文宣系统现在转变为专业的国际游说 连接安排英国国会议员呃 呃访问香港 跨国选举监察小组访问香港 呃 他说不仅靠信可以 而且各地未必有完善的法规法网呃 呃做相应的工作 所以变成了追求立法的工作 就要游说世界各地的国会 所以这是他的整个的说法 所以他的着眼点就变成了整个西方社会 那这个团队呢 这个平台团队呢 依然依然是以没有打牌的方式 而且他是以以以以一种不露面 而且是一种呃怎么说呢 是一种他地下半地下的方式 因为没人知道他们是谁 没人知道这些人是谁 那他们也没人知道谁是中间的组织者 他的利益在这 但他的他的打击性 他的时间性打击性方向性 他的专业程度巨高 所以当时文宣的概念 我相信在去年六月底的时候 在日本的这个二十国峰会 哈当时只有短短三天的时间 他们可以汇集了几百万的捐款 然后在世界各大媒体登整班广告 那是他的文宣当中 我印象中文宣做法当中的最开始 他就在一个人在他的在他的网站上登出来 这个他的创意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PayPal的账号 网上一放 没有大户 都是普通香港人 十二小时 十四小时捐了五百多万 那个是相当震惊 谁信谁啊 对不对 你现代朋友谁信谁啊 他愿意拿钱直接捐到这个账号里 非常不得了 所以这是我们想说 当香港人讲出一身同行的时候 他的生命品质变成了一致 生命的内涵生命的品质是一体的 那与中共的高级动物自然就是对立的 这个动物是厉害 他说目前集中在英国战线 因为英国正在进行脱欧和大选 一旦脱欧成功 那英国就变成独立的 所以作为香港来讲 与英国进行独立的这种接触和处理 会更加的容易 他的游说团体 他的游说人员里面包含着很多 就是高品质的这些专业人士 各方人士都会有他 团队会与大专院校的国际事务代表合作 有法律背景的成员 撰写上百页的制裁名单 分四大制裁层次 四大 首号林郑月娥警务处长 交给各国的行政机关 国会议员参考 人权法通过 按照法律 每年都要审核香港的独立关税区 所以这正好成为了正面与中共 与时俱损 这个 就是大家共玩玩的概念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张牌 一张工具 整个标题是在这里的 因为HK认为 他代表就HK 中共经济衰退 那取消香港特殊关系法是破局的观念 会让中共完蛋 如果拒绝香港真普选 而坚持2014年的八三亿的人大事法 就会启动该战线 全面游说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关系区 那就是这完全顶掉 在顶掉的过程中 双方都有利益 这是没错的 他说但是取消关系法之后 将大大打击刺激今天的中国的经济衰退的现实状况 产生全面倒退 他说会产生全面倒退 只有两条路 要不然中共放手 让这个井水不犯河水 香港进行真正的双铺选 要不然我们就欲失聚损 共同完蛋 然后什么建立黄色的黄色的经济圈 建立黄色经济圈大概就是讲 黄色是指民选的那种概念 黄蓝之分嘛 高举拒绝拒绝这个同归于尽的建制派 在议会中大败 那所以香港人是否准备好了同归于尽 这就是他讲的 通篇文章蛮长的 但他的理念理性非常非常清楚 用香港用香港的人权关系法作为主要的打击工具 来逼迫 逼爆香港 逼退香港 就是把香港的特殊关系法 特殊地位完全取消 进而为了是让今天逼爆整个中国社会 这是他的目的 逼爆中国社会 让整个中共崩盘 这是他真正的目的 那而他的基础就是香港进行真普选 你不给我我就毁了你 就是你不给我真普选 我就毁了你香港的特殊关系法 进而毁掉2020年毁掉中国的整个经济 靠游说的方式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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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